华为上周五被美国列为出口管制的交易黑名单 禁止美国公司同华为开展业务 从而使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而美国的禁售令 幽灵一直号称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华为 遭到软件和芯片商断供 包括谷歌 微软 英特尔 高通 Penisonic等在内的国际大公司 陆续传出将终止与华为生意或合作 如果名单仅止于此 华为似乎还能挺得住 但现在连ARM都加入背弃华为的联盟 恐怕会让华为无法再支撑下去 英国ARM公司做的是晶片基本架构设计 自己不生产晶片 但授权给高通 英特尔 苹果 三星与华为等大厂 搭载ARM架构设计的终端产品 从智慧型手机 物联网产品到物资中心都有 目前全球多数手机处理器用的就是ARM架构 华为自2012年开始就与其合作 华为集团旗下的海思半导体就开始生产 以ARM设计架构为基础的晶片 如今 ARM终止与华为的合作 意味着华为必须从零开始 自己重启晶片架构设计 等到真的有成果出来 恐怕要耗上数年的时间 有外媒就形容 没有Google 华为可能还能咬牙撑下去 但没有ARM 华为产品恐怕会成为 没有气泡的可口可乐 不过 华为总裁任正非表现得好像很淡定 据外电报道 他在对华为内部谈话时还夸下海口称 华为必须要做到世界第一 世界第二就可能活不下来 对于多家国际大厂相继宣布终止与华为的合作 华为除了对外信心喊话 也只能积极拉货 据传华为已经囤了约一年份的美国产零件库存 但如今 连ARM都加入战局 恐怕会让华为在这条独行路上走得更辛苦 华为旗下晶片设计大厂海思致信给员工称 多年打造的备胎一夜转正 创办人任正非受访也自称华为晶片能够做到像美国晶片一样 不过 一名华为前员工近日透露华为备胎晶片的实情 直言 只要美国断新 华为99%死定 1%生存可能就是中国闭关锁国 美国占有全世界高端晶片80%以上 这位华为前员工的文章指出 华为的麒麟是SOC晶片 也就是系统单晶片 包括CPU、GPU 也就是核心处理器、绘图处理器 无线电基带和射屏 其中CPU和GPU用的是ARM的架构 基带和射屏使用很多高通的技术和专利 这都需要向国外厂商购买或得到授权 这也是麒麟不外卖的原因 因为没有授权 文章批评 中共官媒央视说 华为的麒麟晶片是100%的中国智慧财产 绝对是忽悠 很多应用晶片就是运算架构和运算法的硬体化 大多数架构和算法中国都没有IP 需要得到国外厂商的授权和许可证 文章指出 若误以为海思把华为所需关键核心晶片的备胎设计出来 就可以救华为 那就是太无知了 因为少了不起眼的辅助晶片 如供电晶片 桥晶片 数模转换晶片等等 就像少了空气一样 虽平常不觉得它存在 一旦缺失 就会窒息而死 文章还指出 在晶片设计辅助软体方面 美国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对于华为看到中兴通讯去年被美国断货的下场所做的准备 文章表示 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仍是个问题 这位前华为员工说 中国或许可以埋头苦干四五年 发展自己新指令架构 但若独门密集 没有其他人跟随 生态系统不能发展 上下游 也就是编译器 操作系统 晶片方案 终端 应用程序等等 都得不到开发 最后必然是死路一条 而继华为之后 美媒报道称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海康威视等多家中国视频监测设备供应商列入黑名单 周三 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3个中国企业及个人 以及伊朗 俄罗斯和叙利亚的9个实体实施制裁 以上新闻由欧洲新网之声记者王洁宇综合报道